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及多地局势正逐步恢复 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口岸 陆路运输保持运转 月前 有货车司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前的安全状况没有问题 阿富汗国内经济民生的早日复苏同样是一大重点 4号 阿富汗最大的货币兑换市场 竟在首都喀布尔重新开放 据该市场负责人介绍 尽管最近阿富汗全国的商业和金融系统逐渐恢复业务 但汇率仍处于波动之中 变化频繁 他希望政府能够尽快推出相关政策稳定汇率 使阿富汗经济得到快速复苏和发展 目前塔利班规定 每人每周只能从银行账户提取200美元 4号 喀布尔街头民众向总台报道员表示 希望塔利班可以开放对银行业务的限制 此外 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近20年的存在 使得阿富汗的恐怖主义 贫困 毒品等长期问题不断恶化 更成为了目前阿富汗战后重新的巨大挑战 20年来 阿富汗深陷战乱 死亡和贫困 约10万阿富汗平民在战争中伤亡 此前也强调 美国等外国军队对阿富汗国土的入侵和占领 给阿富汗人民带来痛苦与灾难 他同时表示 阿富汗不能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和庇护所 阿富汗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历史和现实反复的证明 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支持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才是这片饱受战乱的土地 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之道 我们也始终支持阿富汗组建开放 包容 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 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 坚决打击各类恐怖势力 同各国 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继续来关注新闻 昨天中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 深海一号大气田实现全面投产 使我国在海洋油气领域实现重大跨越 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来听总台阳广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深海一号大气田距海南省三亚市150公里 于2014年勘探发现 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 最大水深超过1500米 最大井深达4000米以上 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发现的水深最深 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 气田投产后 每年将向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等地稳定供应 深海气氧气超30亿立方米 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和能源结构转型分析 具有重要意义 深海一号大气田由东区和西区两部分组成 采用半前式生产平台 加水下生产系统加海底管线模式开发 据介绍东西区共同采用的深海一号能源站 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首座 10万吨级深水半前式生产主流平台 于8月6号提前实现机械完工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全面投产将带来 深海一号筹 初课计者在 nuestra产say